四受念处 修观的过程有色法与明法两种页处 修色页处明页处才能够实践见到修到实现解脱的过程 许多经典中佛陀教导色页处的禅修法门后 以五蕴中的受蕴来教导明法的禅修法门 平常佛陀说明先修色页处再修明页处 先修身念处再修受念处 不过也有例外 如《长阿含经》中佛陀为天人们说法 因为天人们的受很明显 佛陀就直接教导受念处 不说身念处 一 比丘如何聊知受 诸比丘 比丘经验乐受时 聊知 我经验乐受 经验苦受时 聊知 我经验苦受 经验不苦不乐受时 聊知 我经验不苦不乐受 乐受 只生 心快乐的感受 若以三受分别时 乐受包括生与心 若适用于五受时 身体的快乐称为乐 心理的快乐称为喜 苦受以三受分类时 只生心的苦受 分别五受时 生苦称为苦 心苦称为忧 比丘的聊知和一般人有何不同 像小婴儿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喝着奶时 也知道正经历快乐的感受 比丘的聊知与婴儿的聊知不同 比丘以智慧观察感受 能去除众生存在的错误见解 能去除众生想 聊知 受无常 苦 无我的本质 它是无常生灭的 没有不变的受存在 也没有真实存在的我 你 众生 男人 女人 如此聊知既是禅修法门 也是培育念处的方法 如果只知道乐寿是乐寿 不算受念处的修行 只是一般人的感觉而已 注释书以三个问题来解释 比丘的聊知 一 谁在感受 没有众生或人在感受 二 感受是谁的 不是任何众生或任何人的 三 为什么有感受产生 感受透过因缘而生起 如透过眼根 色尘何处生起 可意 诱人的所缘生起乐寿 不可意 可厌的所缘生起苦寿 因此 比丘寥之寿是某些可意的 可厌的所缘被身心领纳后生起 是原生原灭的 没有一个我在创造感受 领纳感受 经中说我惊艳 我领纳 是以世俗的表达方式来说明 所缘被身心领纳后体验到感受 注释书以一个很好的故事说明 在斯里兰卡的庄严山寺 有一位长老生病了 身体非常疼痛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身影 他的弟子问他 长老 您哪里痛 长老说 并没有一个特别的疼痛点 由于有所缘 有处 只取色 瘦等特定目标 才会有疼痛的感觉 长老快死的时候 弟子再来问他 长老 怎么样 长老说 没有人 只有处 只有地 水 火 风 那时 长老已经濒临死亡 伤痛到极点 却能完全放松 正念思维 照见旧敬明 色法 及其身起因缘位无常 苦 无我 实现阿罗汉果位 得四无碍解制 然后班涅盘 休息受念处 应以长老为榜样 只是乐寿时知道乐寿 苦寿时知道苦寿 不算休息受念处 聊之寿的身灭无常 才算是受念处的修行 当各种感受升起时 即能当下觉知 保持正念 明觉 觉知快乐的感受 升起了 消失了 痛苦的感受 升起了 消失了 不苦不乐的感受 升起了 消失了 当觉知快乐的感受时 不能感受苦寿 或不苦不乐寿 感受苦寿时 不能觉知乐寿 即不苦不乐寿 因为在一个心事刹那中 不能有两个心同时升起 不同的感受不断地转换 变化 了解这个道理 才能越来越清楚 受的无常 受的有畏性 二 六种感受 感受有爱然的乐寿时 了知 我正经历有爱然的乐寿 感受有爱然的苦寿时 了知 我正经历有爱然的苦寿 感受有爱然的不苦不乐寿时 了知 我正经历有爱然的不苦不乐寿 感受无爱然的乐寿时 了知 我正经历无爱然的乐寿 感受无爱然的苦寿时 了知 我正经历无爱然的苦寿 感受无碍然的不苦不乐受时 了知我正经历无碍然的不苦不乐受 佛陀依受的三分法将受分别有碍然的受与无碍然的受 共有六种感受 什么是有碍然的感受 无碍然的感受 依照著世书的诠释 有碍然的受是执着于六种居家生活 的绝兽即为色、身、香、味、处、法等六成所染着的兽 亦指执着在五欲 欢喜五欲的兽称为有碍然兽、世俗兽 不执着五欲的兽称为无碍然兽、非世俗兽 A.M.A. 在梵文、巴黎文叫肉、生肉 在古代印度是用肉做钱来交易 印度人养牛、早期是用肉做钱 牛或肉就是他们的财富 要计算家里的财富是算家里有多少牛、有多少肉 A.M.S.M.V.E.D.N.E.M.意思是有肉的兽、有轮回基础在里面的兽、有随眠的兽、有碍然的兽、以及兽色、身、香、味、处、法等六成所束缚的兽 一兽的三分法 一般人感到乐兽、感到快乐 这个快乐与贪欲、随眠、烦恼相应 称为有碍然的兽 例如当见到自己的儿子、妻子、金钱时 生起快乐的感受 即是有碍然的乐兽 当儿子死亡、钱财失去时 痛苦难过的感受 即是有碍然的苦兽 有时看见儿子、妻子、金钱时 内心生起忠性的感受 此即有碍然的不苦不乐兽 这些兽会构成解脱的障碍 不应培育、发展 Nuramism Vatanum是出离兽 非世俗的兽、无染灼的兽 是没有靠五欲的兽 何谓出离? 巴黎圣典提到五众出离 一、一切善法 由于一切善法是从不善法或烦恼中脱离 二、出家 从在家生活中超脱出来 三、禅定 脱离欲戒至上二戒中 四、观治 能随分断烦恼 所以也是出离 五、灭盘 脱离生死轮回 因此 由于善法 出家生活 修习只关与涅槃这些所缘的关系 有时会生起乐寿 苦寿 不苦不乐寿 这些是没有碍然的寿 修行者当聊之 培育 佛陀在 《地势所问经》 杂阿含经 说明 若我们感到乐寿时 善法在心中增长 此种乐寿要喜欢 要修 作为修行的基础 如休息指 观的乐寿 此种无执着的乐寿 能够领导我们的心朝向灭盘 在 Magnidia Sata或Bahudernia Sata 说明 越高层次的定所 升起的乐寿越为妙 因此修行者要彻底了解受念处的修行 应该修习禅定 越高层次的禅定能够体验到越维系的乐寿 若能体验更维系的乐寿 就能够放下达寿 就能够放下较粗的乐寿 观寿的无偿性 不执着维系乐寿 才能经验最为妙的涅槃之乐 何谓有染拙的苦寿 再加苦寿 意志苦寿 语称 随眠相应 一般人会拒绝他 不接受他 想要远离他 因为记得与五欲有关的乐寿 因此不能接受苦寿 若此人喜欢有染拙苦寿 那么没办法修行受念处 修行者要舍离他 不要让他阻碍我们的修行 修行者要习惯何种苦寿 要习惯没有称 随眠的苦寿 没有染拙的苦寿 此种苦寿要多修 多喜欢 才能够入受念处的法门 何谓没有染拙的苦寿 出离苦寿 是思维无常苦破的寿 不断的思维无常的苦破 修行者才能够感到解脱的需要 能培养决心欢喜修行 朝向解脱 例如摩赫师婆长老 的例子 长老是十八个分派的导师 能够背诵三藏级注释 并且教导教理与禅修 经过他指导而 证悟阿罗汉的弟子 有好几万人 有一天 一位以证悟阿罗汉的弟子 来劝长老修行 长老升起了耸聚心 心想 我已经成就那么多人 证悟阿罗汉 生命无常 我也应精进修行 证悟阿罗汉 因此不告而别地进入森林中修行 当与安居开始 他下定决心要在与安居之前 证悟阿罗汉 虽然很精进修行 但仍不能证悟阿罗汉 所以在安居结束的月圆日 他伤心地哭了 然后他再下定决心 在来年的安居结束前 证悟阿罗汉 他持续修行了三十年 每年安居结束的月圆日 都为了未能证悟阿罗汉而痛哭 在第三十年安居结束的月圆日 他也像以前一样 为了未能证悟阿罗汉而痛哭 因为受到树神的激励 他思维无常的苦破 精进的修行止观 渐渐的他的修行变得强而有力 就逐一证悟四道四果 当师婆长老痛哭时 他感到苦受 这种是没有爱然的苦受 应当培育 使他成为修习止观的助缘 不苦不乐受也有两种 一是有染拙 在家的不苦不乐受 不应该培育的受 一是没有染拙的不苦不乐受 出离的不苦不乐受 应该培育 应该喜欢的受 什么是有染拙的 在家不苦不乐受 这个受是与无名 随眠相应 不苦不乐受与普通的人不太明显 称为模糊所缘 会感到昏省 无聊 注释书以猎人猎路作辟 地域说明如何了解不苦不乐受 猎路人追逐路 用弓箭猎路 他不一定看到路 有时观察路奔跑所留下的足迹 经过有大石头或岩石的地方 猎人寻视石头的周围 若有路的足迹 便知道路经过这里 就继续朝这个方向去追路 同样的 乐受 苦受的升起很明显 就如你的上的提应一样 运用推理的方法 关照不苦不乐受 就好比透过推理了解路 跑过岩石一样 若没有明显的乐受 或是苦受 感觉不明显 看不倾路的踪迹 即是不苦不乐受 三 受试缘起法 感受如何升起 靠依处 所缘 处 升起寿 什么是依处 在五运界 理 明法 只能在有依处色时升起 受运必须依靠心所依处色而升起 心所依处色并不能单独升起 一组组的出现为色聚 如当所缘接触眼门 有分产生波动 有分被截断 眼门心路过程升起 受试便一切心所 所有的心路过程升起的时候 受一定在其中 所以受试缘起法 有依处 所缘 有处 感受升起 感受升起后不是常住不便 是不断的生灭变异 佛特别在 受赦受经 说明受是缘起法 佛未常找犯志 说明受的缘起 受的无常 佛说 受是无常的 所以是有位法 因他是有位法 所以是缘起法 因他是缘起法 所以是坏灭法 因他有灭 有坏 所以要离遇他 不执着他 如果能这样观 修行者能够厌离乐寿 苦寿与不苦不乐寿 如果能厌离寿 便能远离遇染 如果能远离遇染 便能得到解脱 佛陀开示这不经后 常找犯志正物须陀还果 那时 舍利福在一旁 为佛陀扇善资 听了佛陀说 寿无常 厌离寿 正念思维 就正物阿罗汉果 注释书说明 舍利福像吃了 为别人准备的食物一样 佛陀开示 这不经的对象 是常找犯志 因为舍利福站在旁边 为佛陀扇风 顺便听闻而开悟正果 四 思维受胃苦 佛陀说应该思维受胃苦 所谓 一切行无常固 一切诸行便亦法固 说诸所有受 稀皆是苦 四 因为诸行无常 所以诸受皆苦 深念处强调 应该思维 深为不敬 不敬也是苦的一个方面 是属于苦的思维 所以要了解 思维深和思维 受与苦相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都强调对于苦的了解 因为聊之苦 聊之苦的逼迫 无奈 能够发起精进修行的心 努力脱离苦魄 因此 佛陀教会 知苦能见到 如何思维受胃苦呢 苦受本来是苦 好像刺祸 是毛在身体里面 当苦受生起 遍布 浸透全身时 犹如火在身上烧 也像被热绒的 铜支浇灌 使人发出哀嚎 啊 多么痛苦啊 乐受 当乐受生起时 是乐 灭的时候是苦 难以忍受的苦 不苦不乐 是变异的过程 是无常的 是苦的 五 以智慧观察寿 休息受念处时 无论是有爱染 或没有爱染的感受 都必须关照 了知它们 因为它们都是观治的目标 如何关照呢 首先必须先关照门 门是身心和外界沟通的管道 共有六个门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如何能见到六门 可以修行四界分别观 直到看见色剧 分析色剧中的就近色法时 便能照见六门 例如 要观照眼处身受 先辨明眼门中的眼镜色与有分意界 注意颜色 那颜色同时撞击眼镜色与有分意界 取色所缘为目标的眼门心路和一门心路过程就会升起 若如理作意 升起善塑形的心路过程 若不如理作意 便升起不善塑形的心路过程 受事便一切新锁 每一个升起的心都有受存在 应当观照依处色 也必须观照兽及与兽同时升起的相应名法 然后再观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 受念处的修行 修行者不迷惑于兽 用智慧了解兽 用智慧了解内在的兽 用智慧了解外在的兽 用智慧了解内在外在的兽 以止智慧与观智慧了解兽 若有止智慧 不会迷惑关于苦 因为有止 有定 有乐 维系的乐 因此不迷惑关于苦 若有观智慧 不会迷惑关于乐 因为观 聊之无常的逼迫 聊之无常的苦 因此不迷惑关于乐 修行者是用维系的兽的聊之 放下粗的兽 五欲的兽 用观的聊之 清楚观察兽的无我性 兽的空性 兽的缘起性 放下兽的直取 若要解脱不只是观自己的兽 也要观他人的兽 有时观自己的 有时观他人的 接着必须观照 因缘生灭与刹那生灭 如此 便能建立四念处的智慧 并以四圣地的了解 建立解脱的智慧 若能如此用智慧思维受 与法念处的修行结合 超越爱 见语无名 舍离我的概念 解脱五曲运 对于五欲 世间 便不会去执着 此事用四念处的智慧 有系统地观照五欲 观察感受生灭的种种情况 观至成熟便能证悟甚到 由受念处走向解脱 六 结语 受识很真实的经验 六根接触外境 时时都有种种感受生灭 因为受可引申不同层次的热烈情绪促使我们迷惘之取 但若能于绝受的当下保持正面 明觉 不去发动可爱 贪婪 也可能是切断生死轮回的契机 换句话说 于缘起的锁链中 受是重要的关键 心理过程应在受的阶段就结束 不再进一步发展为爱 取 具体而言 修行者应致力于不牵涉个人情绪 保持正面观察生起的绝受 从中任轻受的无常 苦 无我性 乃至切断绝受与贪 称之间的习性反应 此即是出离轮回之苦的有效方法 请不吝点赞订阅